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病房里面一有空一有什么感动 他就写信就写下来 然后透过电邮或者是他的网站 就让大家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很宝贵 一个一百岁的属灵的老人家 他是一个灵修学大师 也就可能大家都认识了 然后侯士廷博士加拿大为真神学院的创办人 那他今天的信是说到说 他在医院里面 他非常的心里面很平静安稳 因为他从照顾他的人 就是这些护士的身上 虽然是陌生人 但是他们很短的时间就建立了很亲密的感情 然后他也在病床上特别经历到神与他同在 更重要是神让他的心平静安稳 好像断过奶的小孩在母亲的怀中 他的心在他的里面就是那么平静安稳 我觉得这个功课好宝贵 就是那么大的年纪 那么生病了 然后必须要坐轮椅 必须要人照顾 那他觉得他愿意这样跟大家分享他的经历 在病床上 他对神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那个认识就是因着对神的盼望 所以他可以平静安稳面对 而且还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去安慰他 结果他却每天写信 安慰我们这些认识他的朋友或者是学生 我觉得他里面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 非常强大 就主整个人 即使他在生病的时候 主还是充满他的心 让他有盼望 而且还可以去帮助别人 鼓励别人 还可以向护理人员感谢 他觉得跟这个护理人员就变成很亲密的好朋友 我觉得这种的生命实在很让人羡慕 我们也需要这样子 在这个疫情之下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祷告 因为在这个疫情客观环境的威胁之中 求主给我们心里仍然平静安稳 好像断了奶的孩子 安稳在妈妈的怀中一样 对 这个诗篇是诗篇131篇 很多人都会背了 是 好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有依有靠 因为耶稣基督成为复活的主 成为我们人生的主宰 今天晚上我们再次来到这位人生的主宰面前 我们看见一位属灵前辈的典范 不是因为他能做什么 而是他有一位安慰他 引领他 保护他的主耶稣 我们也有同一位主 恳求主也同样安慰我们 赐给我们盼望 保护我们 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疫情千变万化 新的菌种 新的变种 各种的威胁 随时都在 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安稳在你的大能手中 好像断了奶的孩子 安稳在妈妈的怀中一样 愿主引领 让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平静安稳 于是可以经历主与我们同行 主牵着我们的手 带领我们晚上 由主耶稣而来的平安 阿们 谢谢主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愿神大大祝福各位 也能够赐给各位 一夜安眠 有主的同行 晚安 晚安